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好啊 辉尔先生 你好 所以你都知道了 我想向你求婚 有错吗 虽然你认为那是应该普通的一天 但我仍然觉得它应该与众普通 所以你要继续演下去吗 其实我想过你会拒绝我 听了昨天晚上你的那些话 我已经有了一种不详的预感 曾经去新加坡 那是我走出的最后悔的一步 那是我失业的低谷 那使得我不是最好的自己 所以我犹豫了 我退却了 为此我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我也终于明白了你不在我身边 我也不可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那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 最好的你吗 你想明白了我就应该接受是吗 薛雨明你太自以为是了 好像一次求婚就能解决 我们之间的所有问题似的 你知道吗 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永远小心翼翼 永远以你为中心 你不想公开我等你 你不想结婚我等你 你想去新加坡我还要继续等你 我好不容易走出了那个自卑等待 还有失望的阴影 我想重新开始生活 然后你突然回来了 然后自编自导的这一出 你自以为好像很浪漫的戏 然后我就要感到我痛哭流涕 乖乖加入你的游戏是吗 对不起 我没想到 我的存在给了你那么大的压力 甚至还有阴影 我回国做这一切 我只是想挽回你对我的信任 挽回我们的感情 我甚至可以从零开始 重新追求你 你说得对我太自私了 如果在你眼里 我做的这一切都是演戏的话 那么这些道具 没有任何意义 别浪费 让朋友们分了吧 那还有一样最重要的道具 这个是不能分给任何人的 它只属于你 如果你不喜欢 或者你觉得它不配你 那就让我们 我想取你的念头 从来就没有变过 从来没有 以后也不会 我还是不喜欢你 请不吝点赞 都口声 都口声 你听不吝点赞 就算是个人